凌晨短短6个小时发生两宗死亡车祸 一名男子家死在车上 而立民少年则在买开斋节服装的途中 惨死在路上 而吉隆坡也有一家三口开车 撞入了集水池 来看一组车祸新闻 凌晨一名18岁少年和朋友 分别骑着摩托车外出 准备购买新衣迎接开斋节 没想到遭死神懒路过不了节 意外昨晚10点半 发生在槟城第二大桥 往巴都加湾方向第8.9公里的路段 来自甘榜马甘的摩托默东尼阿里非 骑着摩托车 相信是失控撞上一辆四轮驱动车 头部受重创当场不治 遗体已经送往双西八甲医院解剖 短短6个小时 蹲铃仓又大道凌晨4点多 也发生死亡车祸 一辆宝藤华家轿车失控追撞罗里 轿车司机夹在驾驶座内混沌打道 消灯人员接获投报赶到现场 花了30分钟才将司机移出来 不过为时已晚 44岁的维塔斯德文 遗体叫后送往槟城中央医院解剖 在吉隆坡则是发生惊险意外 外籍夫妇携带三岁的孩子供车外出 但轿车却失控撞入靠近 美加斯都亚交通圈附近的集水池 小总局中午12点四水分接获投报 在千军依法的时候将三人驻出车外 两名大人毫发无伤 至于他们三岁的女儿则是蒙受轻伤 送往吉隆坡医院治疗 感谢观看